中国女排最新消息张长宁公布喜讯 球迷纷纷送上祝福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林体育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女排的最新消息 2023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将于 6月27日至7月2日于韩国水源打响 蔡斌主教练早早带队抵达韩国 本次比赛中国女排将先后于 塞尔维亚多米尼加韩国美国市制队伍交手 其中塞尔维亚和美国队呢 在世界排名分别是世界第四和世界第一 其中两国的主力球员也相继归队 反观中国女排主力球员林莹和王源源等人 都是在此前两周连续作战中 因为疲劳产生了一些伤病 所以说呢本次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对此很多球迷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表示对方全主力出战 蔡斌求之不得 中国女排趁此机会呢可以好好的练兵 哪怕是输了也输个明白 在小林看来 输球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惜取教信 小林呢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迎难而上 取得优异的成绩 作为中国女排的主攻手 张长宁她的一些动态 让球迷们也和外关注 众所周知 张长宁在此前的东京和全会比赛后呢 膝盖伤病复发需要手术 不得不暂时选择休息 为止球迷呢认为她将会选择退役 就近日媒体报道 有球迷也在日本偶遇正在旅行的 中国女排奥运冠军张长宁 另外她也在个人平台上 赛出了自己和母亲的旅行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她的心情非常不错 同时呢也在社交平台表示呢 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中国女排 从中呢可以看出张长宁 也是在时刻关注中国女排的动向 球迷呢为此言乐开了花 并纷纷束上祝福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她的回归将无疑给球队带来更强的实力 相信这时中国女排定会组成一个完整的团体 在比赛中大放光彩 对此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最后呢还劳烦大家点赞转发加关注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